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嵐, 一个充满活力, 经济发达的城镇 生活着几十万本地和外来人口 有没有人会想到 小嵐最早有人住的地方是在哪里? 在宋代以前, 小嵐所住的位置 刚刚出水成绿, 西面华海 人烟稀少, 还没有定居人口 只有少年渔民流动漆色 所以称为永宁朝居里 南宋兆兴22年, 也就是1152年 向散远立远的时候 永宁朝居里, 改称宁安乡 含小嵐, 大嵐两村 这一年, 是在香山院子中 小嵐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年份 被确定为小嵐开村的年份 南宋末年, 为了逃避战祸 居住在中原地区的百姓 南千尼定区的愈来愈多 人们依山而居 其中以飞驼岭西南側最居的人口较多 俗先形成了一个较大的自然村落 江头村 其中渡、墓、曹、三城 定居在大嵐江头村及飞驼岭附近 而曾、罗、两姓 即是在鳳山北轮江底冲一带 以及西南轮的罗冲一带定居落里 故有江头、江底 为大小两岚开村之地之说 但是事已西易 如今江头村已经没有 杜、毛、曹、三城的愈住居民 杜、毛、曹这些姓 现在在江头村有没有? 没有了 那些都是平底楼、金多楼 姓梁、姓胡、姓李 这五大逢人多些 姓毛那些 我们弟弟哥听说都没有了 可能他初时来的时候 人少 又或者会流到其他地方去 但实际上江头村就没有这些姓的 没有 南松陷迅年间 也就是1268年 朝廷将香山寨遷到江头村外 住兵维持治安 抵御海球 村外的西面就是香山寨的舊子 这里原来是一片广阔的海面 历经沧海桑田 逐渐变成屋地 用来成为地名叫债浅 一直原用至今 人都越没有炎 实际上 还有해도姓球 杜鹦 南松학 陈莫 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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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幾三不有兩瓶水 即是很久以前是甚麼時間 大概是解放前還是解放後 大概1943年 43至45年就是這樣 我們是過海的 如果是解放後還是過海 到1960年就填了海 就變了不用過海 在江頭村外的西山腳 分佈在泥土表層的杯殼隨處可見 這是江頭村曾經滄海的遺跡 1983年 廣東省考古專家來調查的時候 發掘出宋代背休的遺址 以及詩文用過的瓷器 顯示江頭村在宋代已經有人居住 江頭村現在已經更名為永齡居養會江頭小區 古建築已經很少 部分只有100多年的歷史 但是古代民居的建築格局依然保留下來 村內有一條古路的大街 貫通南北 兩端各見有一道村門 街道的東面並列7條小巷 稱為上街 西面並列8條小巷 稱為下街 這種街巷建築布局 古代叫爬齒巷 南面村口正門家門尾石扁上 刻有江頭村三個大字 原是清代咸豐十一年所刻 現在大家見到的石扁已經經過多次的重修 村內有個社織叫五谷蛇 是鮮民祈求農事風條雨順五谷風燈的地方 大概就是小南最早的社坦了 吉mi托車 大堆 小沙 大堆 小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